专注于带来篮球场上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NBA新赛季在本月18号就要开打了 勇士将会在揭幕战队上活人 可他们还是在尝试解决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今天勇士以131比98战胜的开拓者 继前赛临近尾声 两队的当家球星都没出战 勇士这边6人得分上双 去年14顺位新秀Moses Moody状态不错 在比赛中打得很有侵略性 12投6中,3分就6投3中 砍下了20分三篮板两抢断的数据 他和孔敏赶在上一堂训练课结束后 两人都留在球馆里加练了投篮 看起来效果挺好 20年榜眼修大聪明Weissman今天也很高效 几次挡拆顺下和内线侧印打得有版有眼 而且他确实在游棋区身材颇具优势 大聪明今天8投6中得到了18分 7篮板两注攻的数据 在训练营开始后 他和普尔的组合逐渐打出了默契 而且成长迅速 另外勇士对今年的新元Zermichael Green 同样效率极高的10投8中 3分9投4中 砍下了20分8篮板 但勇士对近期真正的大问题 还是集中在另外一位格林 大嘴追梦格林身上 他在一周前拳打普尔引起了多方反响 尤其在视频流出之后 格林更是被口诛笔伐 他之后选择向普尔和球队道歉 并且一段时间内远离球队 给自己球队和普尔一些空间和时间 去消化问题 可昨天格林的母亲又跳出来为他儿子说话 说那一拳不中 而且并没有恶意 那只是男人之间的对话 又让大众对于格林是否真心认错产生怀疑 今天的比赛后 主教练克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格林将会被罚款 但不会被禁赛 他会参加周四的训练 并会出现在勇士最后一场期前赛 和打活人的揭幕战场 克尔还说 在重新评估完整个事件之后 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应该向前看 我和追梦在一起8年时间 拿过冠军 也失去过冠军 经历过各种好的事情和困难的事情 我相信他 可他这次打破了我的信任 不过我可以给他机会改过自新 重新赢回我的信任 我觉得我们的球队也是这样认为的 克尔还说 普尔和格林已经交流过了 而且普尔也参与了 球队提出的处理格林的方案 我觉得事情这样处理 应该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是时候向前看了 克尔在发言中说到了好多次我觉得 但也有人认为 克尔觉得怎么样 和球队觉得怎么样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普尔现在心里觉得怎么样 因为今天也有消息说 普尔从来没有真正原谅过格林 也没有理过格林 至于格林 其实他当下的心思 未必也全在如何安抚普尔身上 他认为球队要全力揪出 那个让打人画面流出的员工 格林表示那完全是很扯淡的一件事情 他说很感谢勇士队可以启动调查 到底谁把视频流出了 为什么那些我们努力训练的视频 没有被流出 这真的很操蛋 但对于普尔来说 他可能会感激视频的流出 不然所有人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就连一些当时在场的队友 其实也都没有看到格林凶残的出拳 总而言之 勇士队如果想要回到夺冠时的气氛 恐怕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最练的这一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